你们看看 中国人民就是这么的会自嘲 这么的幽默 换做是台湾人啊 早就干翻政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台风卡奴啊 又转向从日本直铺两韩与中国 但这一次啊 真的不要最惨的 酿成人祸的又是中国了哈 不要朝鲜都做得比你好 这个你就太说不过去啦 日本两韩啊 已经准备帮你砍一堆伤害了 而且现在中国河北很多地方的洪水 已渐渐退去 佐州霸州啊 还有保定等等的一些县市啊 镇啊 很多地方啊 残垣断壁 城市中啊 满街的土石 垃圾 车子 还有很多冰冷动物的 倒在那边啊 猪啊 猫啊 狗啊 鸡啊 牛啊 而中共早在水退去的前几天啊 就已经下令 请民间救援队退场 由中共的武警跟当地的解放军 全面进驻 这东西武警解除了 武警广安解除 不然情意再进了 而我看到一些民众自拍 流到外网上的影片啊 好多人就直接倒在路边 这里没办法拨啦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民间救援队要退场 因为怕各种的民间救援队来拍来曝光 哇那完蛋了 所以让这些武警解放军进驻 而这些武警跟解放军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救灾啊 而是摆拍以及隐瞒S的人数 还有看哪个民众如果有发现他在拍的话 我把他打江山顺便啊去维稳 看到有灾民在抗议跟政府敢要赔偿 我就帮你打江山 带大家来看一些受灾的影片 我实在不敢想像在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嘛 你在三楼在四楼然后整个大楼都是人 这仿佛在好莱坞电影才会看到的场景吧 我读了这么多的历史 我怎么老觉得中国人一辈子都在逃难啊 明帝国清帝国太远那个不说啊 我们就从中共建国以来啊 大饥荒逃难文革逃难特色管理逃难 富士康又大逃难 现在又一堆人逃难走先去美国 当然现在最夸张的还是中共持续的在作秀 我们格局要放大 中共作秀的目的是为了以后 人民都是健忘的 尤其是在这种极权国家之下 得过且过 反正人民骂个几天我把他空瓶 把他弄一下把他打个江山 哎他们过几天就消停了 就忘了明年后年大后年没有人在提起 但影片这种摆拍抗灾的影片 会一直在网路上流传 而几年后当新一代的小粉红了解到今天的历史啊 会开始歌功颂德 中共多么伟大你看到处都是救灾 哇爱戴人民的画面啊 哇反之啊他们不会看到任何反对 或是揭穿中共摆设摆拍的证据 当然前提是这个小粉红他懂翻墙 即便懂翻墙你也要看个一年两年甚至三年 你才有这个几率觉醒 哦好像是真的 这些好像真的不是美国演员跟台湾演员去摆拍的 好像真的是这样了耶 这就是中共的育民之术啊 带大家来看这种作秀的荒谬的影片啊 看嘛咱们中国国际救援 你看嘛这水位长得有一米多啊 弄这么些个船 录视频拍个照上坐个人子走的 干嘛在哪个单位了 你是救援的吗 一般人拉个老头站那个水中间 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 如果你们做秀来了 站在潜水区拍几张照片赶紧走 龙峰上涨 我们都有可能会遇险 有画面了 看这左眼 你这么整不对劲 你应该躺沙堆底下 我躺沙堆底包呗 对 看他家是吧 就要这个画面 看他家扑住 我在你手上 一会儿 你看一下 这导演导的不怎么太好 导演啊 水反正没离多远离臀子 看到吗 这就是臀子 看到吗 那离多远 还有这张图啊 被网友发现造假 这个共青团啊 在8月3号的时候 引用了一个 2020年7月份的影片 这个就是现在抗灾啊 这个人民子弟解放军啊 武警来救灾的画面 结果这是三年前的 结果啊 胡锡进跟这个河北日报 在两天后才出来洗地 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出来洗地啦 这个新媒体资讯太快 出错是在所难免 删掉就好 诸如此类的话 诶但你要知道诶 人民日报共青团都是中共政府的单位组织 诶今天中共政府没有发话 要你们做一个任务 请问你们敢发不是他任务的东西吗 你们在中国有做媒体的 今天突发一个什么东西 在党的党支部还没有下令跟你说 哦 你可以报这个天灾 你可以报这个人货钱 你们敢报吗 所以你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领导同意的 还洗什么地啊 你们又不是这种什么个人制媒体 你们是党媒耶 你们就以为哦 干不会被发现啊 所以去各种引用错误的报道 反正被发现造假 你可以再反过来 控评 不管如何啊 中共媒体现在的重点是什么 秀出各种中共对人民救灾于水火的宣传 对不对 主旋律是这样 所以不管他们下面人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只要符合主旋律就OK了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一堆摆拍 即便你现在用的影片啊 是今年新的抗灾的旧灾的影片 那又如何 你还不是摆拍 这跟你造假 哦 我弄三年前的图文 有任何的区别吗 没有区别 你走了这条路线 就是在造假 那相信大家也发现 虽然国际上还是有关注跟慰问中共国 但是都没有像以前这么积极的提倡 捐款 看起来啊 很多国家都已经看清了中共 你自己造成的人祸 请你自己解决 不要再骗我们的爱心捐款 但同时又在反欧美日韩台 又在说我们又老又穷又破 又要我们捐钱给你 反正捐给你了 你非但还是天天对着我们 你还是对欧美在进行各种的骚扰 小粉红还是天天的泡在水里 哦干 武统台湾啊 我告诉你啦 现在中共就是在训练你们啊 到时候渡台打台湾战绩的时候啊 要抢摊啊要游泳啊这些都是需要训练的啊 所以他现在就开放了一个训练地给你们小粉哦 去训练 还不赶快去训练 不仅海外多数已开发国家已经看清中共 也有很多中国老百姓看清的中共 没有一分钱的救援公司 也没有任何的救援人员 没人关注 然后CIF有不时的报道 引起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怨言 冲击CIF办公大楼 这个到底是道德沦丧 还是人性的命名 咱也不清楚 咱也不敢说 去之红区域的灾民 受灾相当严重 我希望大家伙永远 献出自己的爱心 多关注关注我们那边 多转发这个视频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受灾的情况 还有今年有个特别怪的现象 之前河南受灾 郑州特达水灾 捐款一百多个亿 今年没人捐责 为什么 被贪污了近百亿 不是人们没有爱心 不是人们没有捐款 是信任就崩塌了 真正的灾款 救援钱到不了老百姓手里 还有网友抓包什么 中共的红十字会 理事会的成员们 透过自己开的公司啊 采买再捐赠物资给红十字会 我们就光看五月份的捐赠物资名单 因为现在这个八月水灾才刚发 名单可能要九月十月才做出来 那五月份的这个捐赠名单的 这个物资单价 我们看一下 一件T恤要310块人民币 1395块台币耶 可能是捐炒牌吧 还捐了羽绒衣跟大衣还有真制外套 五月份的大夏天你捐什么冬天的外套 你们这些理事会的成员怎么不穿羽绒衣去逛大街啊 想就知道是贪污啊 抵扣避税啊 你们这些衣物啊中国制造这个这么廉价的东西 你可以报到一两千块钱 想就知道嘛 你把单价成本谎报 反正红石智慧也是你们自己的啊 怎么玩都可以 你看在中国连红石智慧都可以烂成这样 你说在中国其他单位有好的吗 带大家来看一下洪水退去后 河北一些地方的事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些订阅我们不相信 一定要把我朋友们的手 我是八九下见了 拜